也还有一个月 而每年都备受期待的台北灯节小提灯 今天已经迫不及待的亮相了 因为是虎年 所以这个小提灯的造型是一只可爱的福气虎 而且为了结合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 这只小老虎的身上还挺满了不同的花精灵 别有一番趣味 游来游去 百来百去 闪闪发亮的Hockey福气虎向大家拜早年 拿在手上转呀转 小朋友简直乐歪了 它是彩色的 上面有很多可爱的图案 Hockey福气虎是今年台北灯节的小提灯 向日葵 百合花 玉金香 绣花球和蝴蝶兰 在身上躲躲开 还有脸上这只紫金色的花蝴蝶 让福气虎威风当中带有娇媚 今年的设计呢 就是要将灯节跟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配成对 让它整个很像在花虫里面玩耍的那种感觉 那另外就是这一次为了要让它整个质感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上面有加了金充的印刷 就怕可爱的Hockey福气虎人人都想要 台北市政府呢今年特别准备了20万盏小提灯 希望小朋友都能够人手一灯开心过节 每一年啊我们发小提灯的时候 很多市民朋友都没有拿到 然后希望我们能够多发 今年我们总共有20万个小提灯对外发放 Hockey福气虎将从2月25号到28号下午2点 在国父纪念馆仁爱路口两侧发送 而市政府大门口的发送时间 则是27号跟28号两天 一人一盏灯 另外呢只要在发送期间 民众爱心捐出发票两张做公益 也可以多领一盏小提灯 国后三川好一家 耶 记者侯慧竹林国黄台北报导